80岁的许阿公独居多年 个性开朗喜欢到处串门子 疫情严峻期间 阿公只能终日在家 缺乏与人互动 心情加倍的郁闷 华山基金会服务许阿公 至今已经6年多 特别在疫情稍缓之后 陪伴着阿公等两名长者 同流梅花湖风景区 并且到三清宫来登高俯瞰洞山美景 长者郁闷的心情来获得疏解 得以重展校园 未知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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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对 其实在疫情下 我们服务的这些独居长辈 其实他们是更加的孤独寂寞的 所以我们特别安排了 这次出游的活动 找了几个长辈 他们是真的很希望 可以出來走走 然後看看老朋友的 那我們也希望 因為這樣子可以呼籲社會大眾 支持華山基金會 平常的稻載服務 因為我們在疫情期間 其實我們的服務是不中斷的 我們希望可以持續 送愛給這些長輩 隨著歲末年終之際 華山基金會也發起 愛老人愛團圓 誠摯邀請各界支持 孤老春節年菜 每份700元 或是響應因為有您送愛到家 任助長輩常年服務經費 用愛守護孤老 那我們常年服務的稻載經費 是需要社會大眾一起來支持的 希望大家可以小額 定期定額的支持稻載服務 宜蘭新聞記者14名 採訪報導